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家的豆腐细嫩可口 味道极佳 在辉州城内近人皆知 故而生意红火异常 豆腐店的掌柜叫王老六 为人忠厚老实 而且乐善好施 时常接济穷人 康熙29年公元1690年8月 王老六的姐夫因病身亡 又赶上村子里闹瘟疫 姐姐走投无路 便带着15岁的女儿樱桃来挥州投奔她 王老六把姐姐和外甥女安顿在家里 姐姐在豆腐店里帮忙 外甥女则相对慵懒 整日里不是对着铜镜梳妆打扮 就是溜街在城内到处乱窜 第二年四月 王老六突然发现 樱桃的肚子鼓了起来 于是责问樱桃 你整日在城中游游逛逛 如今肚子大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被地里与人有了私情 樱桃见就就追问 吓得哭了起来 樱桃的母亲心疼孩子 辩护着孩子说 你怎么能这样责骂孩子呢 他也许是好吃好喝长了飙 吃胖了肚子呢 樱桃打小就乖巧听话 不至于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来 王老六是个古板的人 他认定外甥女肯定是怀上了 非要把此事搞清楚不可 于是他气急败坏地要去请郎中来给樱桃诊断 此时樱桃的小姐脾气上来了 顶撞了王老六几句 王老六骂樱桃没有良心 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樱桃从小骄纵惯了 不依不饶地越吵越凶 这哪像个十五岁的少女 分明是个嚣张跋扈的汉妇 王老六气得脸红金账 他伸手想给樱桃一记耳光 但手伸出去后又伸了回来 最后他气得怒骂道 你这白眼狼给我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 樱桃气冲冲地摔门离去 樱桃母亲苦劝不及 看着女儿出门的背影放声大哭 埋怨弟弟不该这样逼迫樱桃 王老六见樱桃摔门出去 也有些后悔起来 但他又放不下脸面来 只好坐在八仙桌前 哀声叹气 樱桃出门片刻后 二人才回过神来到处去找樱桃 却没有找到 就在二人苦寻樱桃之际 有人登门前来送信了 那人冲着王老六大喊道 王掌柜不好了 你外甥女在黑鸭河跳水自杀了 樱桃母亲河王老六听罢 吓得冷汗直流 二人急忙跟着报信的人来到黑鸭河 在河边上果然看到樱桃留下的衣裙和鞋子 同时发现了少许血迹 樱桃母亲抱着衣物大哭 几次要跳入河中自杀 幸亏众人苦劝才劝住 樱桃母亲哭罢 埋怨弟弟逼死了女儿 姐弟二人又争吵起来 樱桃母亲一怒之下跑去府衙报案 状告弟弟逼死了外甥女 灰州知府朱廷梅接到报案 提审了樱桃母亲和王老六 现场的衣服的确是樱桃的 朱知府即刻派人到黑鸭河打捞尸体 牙医们在黑鸭河打捞了半天 也没有捞到尸体 又沿着河岸找了十多里 也没有找到尸体 牙医们没有找到尸体 朱知府以樱桃的衣服 地上的血迹和证人的口供为证 按照大清律例行律的规定 朱知府判处王老六流放一千里给披甲人为奴三年 判决生效后 王老六被流放后 此案就此告捷 两年后的一天 距离辉州府一百多里远的乌园县 发生了一件怪事 那年夏天 暴雨连月下个不停 乌园县内不少堤坝填砍 被山洪冲毁 一天上午 城北一家叫友林的客栈里 客商黄亮来到客栈后面散步 发现客栈后面有堵废弃已久的围墙 被洪水冲倒了一半 围墙下被洪水冲刷出了一个大坑 黄亮往大坑中一看 当时吓得何不拢嘴 原来在大坑中 竟然冲出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尸体的衣服已经被水泡烂 尸体身上露出了部分白骨 面目已经难以变清 黄亮两腿如筛康一般颤抖不止 黄亮跑去客栈 把此事告诉了客栈老板和同伴 客栈老板听到此事后惊讶不已 王说那尸体可能是墓中冲出来的 让大家不要惊慌 黄亮合众客栈再次查看了尸体 认为尸体是被人故意埋在大坑里的 因为尸体身上压着不少砖头 若尸体是从坟墓中冲出来的 谁会在以死亲人的身上压砖头呢 由此可见坑中之人是被人谋杀的 黄亮合众客栈见资尸体大 担心被牵连获罪 于是跑去县衙报了案 雾元县令祖梁真文报 带着衙役和武座来到现场勘验 果然发现有林客栈后面有一具腐烂的尸体 武座跳入大坑中和验尸体 认定死者是一个年约30岁的男子 男子长得高大健说 死亡时间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尸体所在的大坑是个地坑 是农家用来储藏红薯和地瓜用的较坑 男子以高度腐烂 身体上可见森森白骨 经过检验其生前系中毒身亡 尸体肋骨上有刀痕 可见此人生前还遭到刀斧之类的力气砍杀 由于尸体高度腐烂 所以面目难辨 祖县令看了尸阁 怀疑是客栈老板开黑店杀人 于是提审了客栈老板陈友林 两年前 陈友林开了这家客栈 专门给过往官道的行商住宿吃饭 客栈一楼是饭堂 二楼是房间 客栈开起来后生意一直很火爆 祖县令审问了陈友林 陈友林说客栈房子是前两年买地盖的 客栈后面的废弃房屋 他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他从来不去客栈后面的废弃屋子 因此并不知晓后面藏了一具尸体 祖县令拿来陈友林的登记不查找 发现没有失踪的人口 祖县令又找人来辨认尸体 可尸体已经难以变清 祖县令只好张贴不告 寻找死者亲属 征集破案线索 但凡能提供破案线索的奖励十两银子 数日之后 有人到县衙大唐明渊 来人扑倒在大唐上哭喊 恳请大老爷明见 我唐哥被人害死了 祖之府问堂下跪着何人 来人说出了他的名字 来人叫赖武 是徽州府人士 赖武说他的堂弟赖七二年前离奇失踪 至今音讯全无 前几日赖武来物园亲戚家做客 看到县衙发布了一条巡尸布告 布告上对尸体的描述符合赖七的特征 于是他来到县衙报案 祖县令让赖武去辨认尸体 赖武拉起尸体的左手 看了看 随后哭着说道 这具尸体就是堂弟赖七的 赖七的左手小拇指被砍断过一截 所以赖七弄了个假的纸套 纸套之上 镌刻着一个品字 赖七的真名叫赖传品 因在家族中排行老七 所以人都称呼他为赖七 祖县令端详了尸体左手的小拇指 果然有一截白铜打造的纸套 上面捐刻一个品字 祖县令又问赖武 赖七生前人品如何 是否与人结怨 赖七最晚一次出现在什么时候 赖武说赖七游手好闲 结交一帮狐朋狗友到处游荡 家里人都不太待见他 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两年前 赖七虽然品行不端 但毕竟是赖家人 他失踪后 家里人都在到处找他 至于赖七有没有仇人 他也不清楚 祖县令听罢 又详细问了赖武几个问题 确定赖武就是赖七的家属后 让赖武把赖七的尸体暂时收敛 大破案之后再行安埋 赖武败泄而去 他没有急着收敛尸体 而是返回辉州去和亲属商量处理赖七的后事 接下来 祖县令又询问了客栈老板陈友林何众客商 始终找不到破案的线索 三天之后 赖武从辉州府带来了赖七生前的好友胡二 胡二听说赖七死在了物园后 跟着赖武一起来到了物园 祖县令为了慎重起见 又让胡二辨认了尸体 胡二确定尸体就是赖七的 与此同时 他自言自语道 奇怪了 赖七死了 那女人去了哪里呢 耳间的祖县令听到了他的嘀咕 连忙问他 嘴里说的女人是谁 女人与赖七有何瓜葛 胡二见县令老爷问起 不敢隐瞒实情 说出了一件往事 两年前的一天 赖七在夜里突然找到胡二 让他赶紧帮他弄一辆马车 再弄一些女人用的东西来 胡二觉得莫名其妙 赖七大晚上急着要马车干嘛 而且他是一个光棍 那些女人用品他也用不上 胡二正想多问 赖七给了他一只精致的银簪子 胡二见前眼开 便不再多问 帮赖七弄来了他想要的东西 那天晚上 胡二把马车弄到北门口 赖七早早等候在了那里 他手中拉着一个衣衫单薄的年轻女人 把那女人拉上了马车 胡二连忙问赖七要去哪里 赖七告诉胡二 晚上发生的事情不准对外人说出来 赖七说完就驾着马车走了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祖县令觉得此案蹊跷 他问胡二那女人长什么模样 胡二说当时天黑难辨 有些记不清楚了 不过这个女人若再次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肯定能认出来 祖县令认为要想破解此案 必须找到这个女人才行 于是他让衙役们 暗访近两年到物园县的外来人口 重点查找年轻的女人 帝宝很快前来禀告 他说城内流动人口较多 一些外来人口并未进行登记 地方小力贪图钱财 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很难查到有用的消息 祖县令又问胡二 是否认识有林客栈的老板陈有林 胡二说他没有见过这个人 赖期生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名字 案子又进入了死胡同 案子还是停步不前 成了一桩一案 一天中午 胡二跑进了县衙大堂 兴奋地告诉祖县令 我在城中看到那个女人了 她就住在如玉像 胡二说 今早她和赖武去城东买棺材收敛赖妻 城东正巧今日赶集 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 在一个卖腌制水粉的小店前 一个背着孩子的女人引起了她的注意 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 穿着绿衣红裙在人群中很显眼 胡二挤到小店门口仔细一瞧 顿时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这个女人分明就是当初赖妻身边的那个女人 女子毫发无损 还多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看起来是她的 胡二不敢惊动女子 他躲在一边暗暗观察 并跟随走进了如玉像 看着她走进了一间房子 胡二让赖武紧盯着如玉像内户人家 他赶紧回到县衙报案 祖县令当即派衙役 将女人和孩子拘捕到案 又将友林客栈的老板陈友林 和客商叫来一起听审 女人很快带着孩子来到了县衙大堂 女人和陈友林对视了一眼后 各自低下了脑袋 祖县令让衙门女仆先将孩子抱下 随后怒拍荆唐木 问女人叫何姓名 籍贯何处 二年前是否去过辉州府 是否认得胡二 女人说她的名字叫柳月 家就住在城东的如意像 她从未离开过吴源县 并不认识胡二 胡二打断了女人的话 她说女人分明是说谎 两年前她在辉州府见过她 当时她和赖琪在一起 如今赖琪被人杀死 她却好端端的 她分明就是凶手 女人听到赖琪的名字 一丝不安略过脸庞 她一口咬定自己不认识胡二 她根本就没有过去辉州府 祖县令又问女人 是否认识陈友林 女人说她从未见过陈友林 祖县令又问陈友林 陈友林也说不认识女人 审案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祖县令略微思考了一番 随后让堂上的男子排成一队 让女仿佛抱上孩子 祖县令让女仿把孩子抱到堂上所有男子的面前 让他们试着去抱孩子 这二岁多的孩子已会认人 陌生的男子伸手抱她 她就往女仿怀里躲 当女仿抱着孩子来到陈友林身边时 陈友林还未伸出手去 那孩子就已经笑着伸手要陈友林抱 女仿试着把孩子抱开 孩子就哭了起来 女仿把孩子放到陈友林怀中 孩子在陈友林怀中很是欢喜 用双手搂住陈的脖子亲吻 这一幕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 祖县令让女仿将孩子抱下 随后试问陈友林和女人 既然他们二人不认识 这孩子为何认识陈友林 并且对陈友林如此亲密 二人分明在说谎 陈友林二人再继续隐瞒 就大行伺候 打到承认为止 陈友林和女子 对视了一眼 连忙跪下磕头认错 承认他们二人相识 并说出了案子的前因后过来 原来这个女子不是别人 正是樱桃 两年前 陈友林到辉州府 给大伯办丧事 陈友林的大伯是个举人 可惜子嗣都又年夭折 无人继承家业 伯父归天后 陈友林为伯父办理了丧事 并继承了她的家业 陈友林在处理伯父的丧事期间 在城内遇到了樱桃 樱桃生性活泼好动 且长得貌美如花 陈友林与她相遇 便一见钟情 从此以后 陈友林隔三差五到城中去找樱桃 二人约定从城中的某个客栈相见 一来二去 樱桃就怀上了陈友林的孩子 六个月后 虽然樱桃穿着大号的衣服遮挡鼓起的肚子 但还是被舅舅王老六察觉了 王老六逼着樱桃说出真相 并找郎中来处理 樱桃担心舅舅会害了肚子中孩子的性命 于是和王老六大吵一架 跑出了家门 樱桃找到陈友林商量 二人决定远走高飞 为了防止家人追捕他们 樱桃想出了一个金蝉脱鞘的计策 他去黑鸭河假装跳河自尽 骗过母亲和舅舅 陈友林去变卖伯父家产 二人相约天黑后 在客栈中碰头 那天下午 樱桃果然去了黑鸭河 他脱下上衣和鞋子 放在河边 伪造出跳河的假象 当他脱下衣服时 正巧被路过的地痞赖妻撞见了 赖妻见樱桃貌美 又挺着大肚子 料想是某户人家的小姐 撕毁男人被发现后想自杀 如此美女跳河 自杀可惜了 于是冲上去拦下了樱桃 赖妻的出现 让樱桃始料未及 樱桃怒斥赖妻无礼 赖妻已全然不顾一切 让樱桃跟自己走 樱桃不肯走 赖妻一拳打在她的鼻子上 樱桃被打得鼻血直流 赖妻又拔出一把匕首 在樱桃的肚子上 比划了几下 威胁樱桃不跟她走 就划开她的肚子 樱桃被胁迫 不得不跟赖妻走 赖妻拐走了樱桃 打算逃到外地去 她不敢抛头露面 于是让朋友胡二 弄来一辆马车 还有一些女人用的物品 胡二弄来了马车和物品 随后赖妻驾着马车 离开了辉州府 来到了几百里外的物园县城 另一方面 陈友林在辉州城内的客栈里 等待樱桃 一直等到天亮 也不见樱桃前来 陈友林以为樱桃实言是约 又不知樱桃家的具体地址 虽然担心也无办法 陈友林在客栈里等了十天 也不见樱桃前来 于是心灰意冷的她 只好只身返回了物园老家 赖妻脅迫樱桃来到物园县后 在城内的如玉巷租了一间房子居住 几个月后 樱桃生下了一个男孩 赖妻在城内找了一个木工的活干 每天挣钱养活樱桃和孩子 好吃懒做惯了的赖妻吃不了苦 干了没多久就放弃了 随后又跟着城内的混混 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日子还是过得艰难 赖妻打算等孩子长大一点 就将他卖掉 孩子两岁时 樱桃背着孩子去位于城北的一座寺庙进乡 返回的路途中迎面走来一个年轻男子 樱桃抬头一看 顿时眼泪掉了下来 这个年轻男人正是陈友林 他正带着香竹去寺庙给母亲祈福 陈友林问起了樱桃的经历 樱桃说出了那天跳河自杀时的遭遇 二人抱头痛哭两久 陈友林终于见到妻儿 心中很是欢喜 从此以后 樱桃隔三差五就带孩子去看陈友林 陈友林决定去县衙报官 将赖妻抓捕归案 让他们夫妻团聚 但他们却无法证明自身的清白 二人本来就是私奔出来的 若赖妻反咬一口 他们的处境会更加危险 樱桃告诉陈友林 赖妻准备将他们的儿子卖掉 然后带着他逃去外地投奔他的亲戚 樱桃求陈友林想想办法 否则他们一家将被这个地痞拆散了 若孩子真被卖掉 他也不想活了 陈友林答应樱桃 他一定会让他们一家团聚的 陈友林托人找了赖妻 让他把孩子卖给他 赖妻见陈友林开价很高 很愿意将孩子卖给他 后来陈友林又提出要买樱桃 赖妻却不答应了 陈友林开价三根金条 赖妻有些心动 但此时却有人暗中使坏 透露了樱桃与陈友林关系暧昧 似乎二人有私情的消息 赖妻得知这个消息后就改变了主意 他一再敲诈勒索 并扬言要去县衙撞告陈友林和樱桃 陈友林又给赖妻送了些银子 赖妻敲诈陈友林说他要那家客栈 陈友林和樱桃商议一番后认为 赖妻得寸进尺永远不会满足 就算把全部家当给了他 他也会出尔反尔 要想一家团圆 做长久夫妻 就必须除掉这个恶徒 那天晚上 陈友林已交出房契为由 请赖妻来客栈商量 赖妻来到客栈见到房契后 眼馋得直发慌 伸手就要去拿房契 陈友林说不着急 先吃完饭再拿也不迟 赖妻亮出了腰间的匕首 咧着嘴瞪着眼 暗示陈友林不要耍花样 否则他就不客气 陈友林端起一碗酒 自己先喝了一口 再递给赖妻 赖妻闲赃自己到了一碗 连喝了好几口 酒过三巡后 赖妻拿起房契就要走 才走两三步就倒在了屋里 赖妻口鼻流血身亡 他死于砒霜中毒 原来陈友林为了毒死赖妻 特意弄了一个有机关的酒壶 赖妻喝下的都是毒酒 陈友林喝下的酒无毒 赖妻被毒死后 陈友林担心他还没死透 于是用赖妻身上的匕首刺了他几刀 随后他将赖妻的尸体背起 扔进了客栈后面的一个废弃窖壳里 把窖壳周围的废砖头和泥土填进去 然后把尸体埋在了废窖壳里 赖妻是个外来人口 没有在地堡的户口侧上登记 他也不是客栈的住户 被杀时又无人看见 所以他的死没有人知道 可是洪水爆发后 竟将掩盖在窖坑上的泥土 卷走露出了赖妻的尸体 尸体正巧又被客栈黄亮发现 由此才引发了后面的故事 案情真相大白 这是一桩离奇的案子 这桩案子非常难破 因为即使胡二认出了樱桃 也不能让他们认罪 只要二人咬死 不承认就行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孩子是不会说谎的 孩子的举动暴露了樱桃和陈友林的关系 祖县令便以此为突破口 揭开了真相 案子破了 如何判决此案呢 案子上报道安徽巡抚 又上报道了刑部 最后由总督和巡抚 亲自审理此案 并做出如下判决 舅舅王老六无罪释放 并准许其返回徽州 陈友林和樱桃犯了和奸罪 案率个障则八十 同时二人还谋杀了赖七 但赖七所作所为 令人不耻 罪恶根源在于赖七 赖七以死其罪不作追究 陈友林谋杀罪成立 但已从轻处罚 判处徒刑五年 缴纳白银两百两减刑两年 樱桃与陈友林已有孩子 且二人情投意合 不宜再拆散 仍判决二人为合法夫妻 陈友林要按照礼数 迎娶樱桃过门 并承担樱桃舅舅的养老之责 此外 辉州知府朱廷梅 因错判案子被罚奉半年 降级处置 案子宣判结束后 百姓皆称赞判得公道 和合乎人情礼仪 此案离其曲折 堪称一桩奇案 古人云 做人做事凭良心 赖七的所作所为 令人愤怒 同时舅舅王老六的做法 也过于偏激 樱桃的性格过于娇惯 陈友林在伯父丧期间 与樱桃私会 并带着樱桃私奔 私得上有亏 胡二为虎作娼 帮助赖七作恶 樱桃之母过于娇纵女儿 所以说 若要深究起来 每个人都有责任 每个人都有问题 人性就是如此 不完美地人 遇到不完美地势 冤假错案 也就难免产生了 但不管怎么说 最后的判决 给了一个温暖的结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哦 谢谢你的支持